回到第三場,就是五班遷移的徒程 看上去都好像難,最熱的那匹投資有利嗎? 第班短途賽,出馬滿額 起步時出得快點,紅衣天天至富 都是出得快點 外檔那邊還有喜迎於心 內檔還有勁得如上前 跟上去就有滿風雲 馬群中間很多馬,紫衫很fit 外側黃衫那匹陽光鑽棋 在他們後面的大門投資有利守著內檔 然後潘進順利取勝,留在後面的位置 再跟上有金剛石、特工、勇猛精靈 得力保拒的配王之宏,暫時尾衫 在美那裡有小玩家和包裝灰衣服的必跑得來 轉緊彎時,天天至富,暫時單騎戴到頭 很可愛,跟著他 過幾馬位之後,滿風雲拍著內檔,當他很fit 陽光傳奇放過來異碟 跟著他大門投資有利 這個時候頂利取勝出去 再跟上有特工和喜迎於心 在美那些很多,小玩家、勇猛精靈 金剛石、得力保拒和必跑得 入奪三百米範圍時,前面天天至富鬥勁得宇 天天至富還有些優勢 這時候外檔有馬上來 第一隻現身的大門投資有利 中間上來是陽光傳奇 外檔上來順利取勝 最後百多米前面投資有利過了內檔的領頭畫 這時候追賣上來陽光傳奇 外面順利取勝大岸檔金國石 但前面贏了,投資有利穩勝了 第二名順利取勝 第三名陽光傳奇,第四名是特工 都跑得很聰明,開始有難,投資有利 他都走著走著出二碟,拿個三位 先一進到直到斜一點出去,那就贏了 對的,A難就寧願這樣跑 A難你不出來真的可以完全無位 在偉大馬房都保持得很好 一期連合載都非常好 先保持這五班賽成,結果大二取勝 那些得力補區的飛道很開 那些馬其實都不是易跑的 法力點很難掌握那些馬 還未出頭 第二名就是四育的順利取勝 第四名是特工 看看第三場千二賽事分段時間 頭段是23月49,第二年22秒54 每年23秒74,賽事時間1分9秒77 這些屬於季尾職的,大家都不聰明的 老實說,唯一一隻可以有進步的 就是這隻賽漢的四歲馬,順利取勝 之前一直都沒有怎樣用 現在落到五班都用得到 今天追得不錯 這些可能希望他有進步的空間 其他都是一般的,我自己看 這馬就說順利取勝 他可能之前試過幾次放在前面走 速度他就有的 但效果就不好 但這些馬經常都說 當他聽騎士說可以學識流力 今天潘頓嘗試用後上的跑法 都追回幾多 因為如果能夠追得過陽光傳奇的話 陽光傳奇都很後勁,經常會贏 米五班,你按照數計 應該贏得到馬 是,要抹著看一隻四 另外剛才也提到陽光傳奇 上次可能有些馬影響到 搞得差一點點 這次好像交回應該有的成績 但如果和同場的投資有利比 今場都好像還差一點點 沙田的千二績 我想他沒有投資有利那麼強 投資有利是一隻合理的頭馬 一抽個檔也好 好,第三場五班賽 我們看完,不如看第四場 就是二班一千直路 大延門是英雄浩潔 十幾元,跑到第四 高班直路賽只有八匹馬跑 英雄巨大延門 看看今場跑得如何 起步的時候 八匹馬都出得快 沒有哪匹特別撿輸 出得快,近外檔那邊 狀元及底 白衫升不飆金,潘頓騎返 內檔那邊緊張大師起步 禮牌快 然後馬群中間平海寬升 大延門英雄浩潔 近外檔那邊 日日營拍著淺藍三個不薪力寶 暫時單丁包緊的那匹是當家精神 跑了四百米的時候 結果都是預期的 內檔那匹緊張大師 和外檔那匹狀元及底 看來前速都是他們最快 聖不嬌守著第三 日日營已經上到第四位 大妹英雄浩潔 現在都未騎 好像很穩定 在他後面當家精神 新力寶開始騎內都沒有 還有一匹沒有得更快 平海寬升大度後 入隊最後二百米的時候 前面一對領防馬都沒有 緊張大師、狀元及底 都被聖不嬌過了 內檔上來英雄浩潔 大門騎內又沒有 不一般 反而內檔的當家精神 越追越有 那種頂名結果是潘頓 騎回聖不嬌就贏了 當家精神第二 第三名上來一一拍 大熱門英雄浩潔 是耿頸四的 補到第四的撿身材 如果你買四連環 真的… 其實真的不一定有 很問水 但這次吃力了 你又見到他加訓 到現在這個情況 聖不嬌是有票 但一馬都想不到他贏 他早上真的好像沒什麼鋒芒 他應該會爆一點 賺了他的體力 今季跑得少 之前輸的兩場都是濕地 一泥一草 你又計不到數 怎麼看緊張大師 其實這場也挺失望 非常失望 雖然他重磅 但他照樣是高一點 他贏過聖不嬌 但這次不同 跑出來 他完全沒有了 完全沒有 他以前一千很準 反而狀元及帝 我預計不到 但緊張大師 比他早斷得很多 錯誤也無法解釋 失望 這場賽後報告也有說過他 不過這場賽事 有體力賺到回來 勝不嬌 第四名是5號英雄豪杰 大二門 分斷時間第四場 頭段是13會20 低段是20秒63 會段是20秒24 賽事時間到50多秒07 我自己心目中 這場其實都爆冷 雖然不算很冷 勝不嬌其實有票 但賽前看 人人都覺得英雄很結 這個路程很厲害 即使上到二班 上一次三班 贏得姿態那麼輕鬆 其次緊張大師 在二班好像佔多少班利 結果兩匹都三甲不入 最失望的是 當英雄豪杰 他早段是沒有騎 都是他近期一貫的跑法 去到最後300才騎上去 但騎上去 如果你說比較能力的話 他是不是應該 起碼都跑贏日日營 就算你什麼重點榜也好 不會被日營這樣過 用多了累 如果看這場的走勢 不是很強 因為賽後報告都說 他的評分上升 還有之前有升班國族 這場賽事就辛苦一點 這些是拿來講的 拿來講的 贏了一馬 就直接是評分上升的 沒錯 你輸了當然是評分上升的 但失望 有隻跑出來真的失望的 就是平海寬升 賽後報告就說 他需要試乘合格 才可以再次出來跑 今場的走勢就不太好 即是這批又是評分上升 跑400米已經沒有了 平時不是這樣的 直轉換一下3T頭關第五場 第五場是四班千二 大門一是營造組裝 保重 3T的長癡 三關形勢都混亂 先來四班千二米 起步的時候出得都算齊 快一點就有些小贏 中間威馬先生 內蕩那邊上次退出了 一匹花好圓形 今次補發進來 以及淺藍衫的前途光明 那些四隻就快一點 大門的營造組裝 起步第五島 外側萬事嶺 內側那邊好運寶馬 外當埋根尼初出馬的你知我得 在內側還有一隻喜盡風彩 然後內蕩快狠準 最後潘頓的二話不雪流流 在尾四拍著太新鮮一齊 尾二那一匹是帝豪寶寶 包美另一匹初出馬很有喜 入彎的時候 前途光明拍著曉莢一對 接著第二針就花好圓形營造組裝 曉莢已經被營造組裝頂了 在後面萬事嶺 中間好運寶馬 貼欄那邊還有這隻花好圓形要等位 內蕩在後面還有一隻快狠準 入隊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威馬先生拍著前途光明 營造組裝頂定的位置出來 說過就過 衝上去雖然重磅 後面撒根上來萬事嶺 外面有一對馬衝得很厲害 喜盡風彩 還有初出馬的你知我得 還有百多米前面營造組裝 鏡頭很相似 這裏出了之前被人過 今次追上來被不被人過 今次聰明又頂得住 終於第一名是營造組裝 第二名喜盡風彩 第三名你知我得 第四名萬事嶺 終於出來了 我看到這些鏡頭有點害怕 每次都被人過 今次聰明又頂得住 這次有一點都不同了 頂到先 可能對手弱了 對手弱了 餡和何摘瑤的準備就很充足 你看他拿位就知道了 不要內蘭 先出他先拿他二碟 見一隻曉瑩想過來 還押住你的位置 陰一點陰一點 不要封他的位置 那隻補出的那隻花很月盈 那些票很厲害 最後只剩四倍 但跟了兩段就沒有了 但他是主動的 讀贏位置也是四倍 是 回來的走勢就有一點不遲如 但照他跟那個位置 不會說斷到 那他上一次都很失望 上一次馬王急賠率 如果這些馬這樣 可能有些內在的東西看不到 他這裡困了一點點 就像你說了 何摘瑤走出二碟 給了一個內蘭 不過就算不運 走勢也不強 都沒有 都沒有 但那時候為何初出二碟 他試集好看 他這次賽前試集一樣好看 所以會引了一堆捧場客 這些票還要不是保羅大眾票 但是這樣騎下去 跑下去也不好 太新鮮也追上來 不太一樣 好 先看分段時間 頭段是23秒89 第二段是22秒84 母段是23秒12 初試時間1分9秒85 今季女見威馬房 就是很好成績 這次馬都搏了很多場 終於跟他贏了場 當然也贏了一點點運氣 運氣就是抽個檔位 因為他抽個二檔 其實初出他你知我得 都不是小野 大家都一被盯著這次馬 抽過14檔 今天早段的場次 就不是很利外難 其實早段都五六碟 有一個階段都頗蝕下 但這次馬都明顯有質素 也想說說 其實賽前 差不多開跑前那段時間 一踏七的連贏位過關 真的很厲害 有朋友看到 連贏也好 位置Q也好 其實兩反都備受注目 結果位置Q是得手的 追到很多上來 另外喜晉風彩 他都落很多票 他也是追很多上來入Q 看到大項目74一隊 今場賽事都追得不錯 現在宿程 賺急數那招 很多馬 喜晉風彩 有些1400近過 1400不行就試試1200 相信都是這樣的思路 他兩場1400 擺在前面走 輸完之後 大家就忘記了 一忘記了 縮離1200 突然轉了跑法 突然就殺了上來 有很多時候跑馬 都要看這些套路 要想起這一方面 第五場 我們看完休息 回來看3D時關